联名盟主席赛沙迪 昨天盛情邀请公正党今年团长阿丹阿里 和国盟今年团长阿莫法德里 代表朝野双方参与辩论 在六周选举之前 针对国家发展政策在辩场上过招 不过阿丹阿里却建议三人 在周选之后才辩论 因为选前更适合让有参与六周选举的新面孔 真边实壁 这些阶段也必须再三确认辩论的形式 阿丹阿里今天在马六甲为全球青年羽球赛 主持开幕礼后指出 自己也非常鼓励辩论文化 但是辩论场上不该成为各方发泄情绪的平台 而是促进青年群体增广见闻的竞技擂台 赛沙迪随后在网上调侃阿丹阿里的理由前后不一 为何同样没有参选的经济部长拉斐兹到处找人辩论 阿当阿里却不能在选前大方接下站铁呢 因此赛沙迪决定将对方踢出辩论阵容 转而邀请西蒙青年团长余利文 同台竞技 为国家青年面对的议题来一次直接较量 任何协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